腹胀是一种长鲜的病症 相信不少馋嘴的人每当吃多后 腹部都有一种不舒服的保障感 当然有时候我们即便吃的并不多 也会出现一种保障感 比如在吃过一些难消化的食物后 如豆类、坚果、水果等 也会引起腹部胀气 从而出现饭后腹胀的现象 饭后腹胀多是因为胆质分泌不足导致 而刺激上聚虚血 可促进胆质分泌 饭后腹胀的症状就会消失 下面一起看一下吧 上聚虚在小腿前外侧 当毒鼻下七横指 聚筋骨前缘一横指即是 患者取最舒适的体位、座位、仰卧位均可 用两手拇指按压在两侧上聚虚血上 七余四指并拢,拖住小腿肚 按耳揉之 让刺激充分达到肌肉组织的深层 并产生酸、麻、胀、痛、热和走窜等感觉 并拾趋踝关节 以加强止压的感觉 持续数秒后渐渐放松 如此反复操作数次 每次美学按摩5至10分钟 按摩上季虚血能够增强胃肠黏膜的血流量 改善微循环 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促进炎症吸收而减少腹泻 还能够调节肠胃免疫功能 保持肠道生理的恒定性 你学会了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心经 更多养生小视频等着你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个关注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 感谢观看